由于目前玉里到副里段仅能以接驳车的方式进行通行 台东县政府为了要让返回台北的民众有更便捷的服务 在双十国庆日当天提供120位预约共存名额免费接送民众 从玉里车站到台东转运站 让旅客可以无缝接轨台铁421及422车次 受到091718两起强震的影响 目前花东铁路玉里到副里的路段仅能利用公路接驳 台东县政府也特地结合了中央以及地方的支援 预计在10月12日正式启动灾后复原TTGO花东温馨 接送预约美和服务的专案 但有鉴于双十廉价出游的旅客以及返工的民众众多 因此特地抢先于10月10号进行试营运 并提供台东到玉里间的接驳服务 而民众只要进行预约就可以免费搭乘 10月10号刚刚好是有很多的乡亲 他们来回到家里面度假 他们可能要返工的时候 他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接驳的方式 把他们从台东载到玉里 那也有要到台东来的也可以从玉里到台东 所以我们10月10号等于是一个往返 那每一次的往返有10台车 每一台车可以来接送6位乘客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试验体验 让民众了解这整个预约的过程 还有搭乘的过程 那因为只有10台车 我们先做试验 试行 那若是预约层数超过60位 去城回城各超过60位的话 我们就会用抽签的方式 那这个抽签基本上就是 大家机会一样都是很公平的 那抽到60位满为止 而10月10日的TTGO专车 去城以及回城的时间地点为 10点40分从台东转运站出发 下午1点半之前抵达玉里站 可转达台铁421车次 下午1点49分发车前往台北 而回城的部分 则可以接驳台铁南下的422车次 2点08抵达玉里站 而TTGO的专车则是1点半 从玉里站出发 预计在下午4点20分 回到台东转运站 而预约的管道则有两种 可以利用LINE的群组 搜寻TTGO花东温馨接送 或是利用网站进行预约 也欢迎有需求的民众 可以踊跃预约申请 记者陈静玲台东市报导 好